來 鄉親啊 沒有錯 今天就是潔屁罐老闆到自己家 掌聲 你家我什麼好笑 這樣是特別偏啊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每次都會突襲人家家裡 大家都會質疑 你到底多會收納 我把人家罵得一無四處 沒錯 你自己家到底是怎樣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沒有特別整理喔 我跟你講大家要怎麼歸納收納 然後可以把家裡用得剛剛的進隱一層不來 像樣品物一樣 好不好 來 我就跟你講 師傅 我師傅 你在客廳就是這樣啦 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啦 家裡整理的重點是 物歸為貴 收納好了 好 然後下一次對不對 拿出來之後你記得要放回去 可是我如果下午就要用到 我早上還早 這樣拿回去 你中午吃的晚 你不洗嗎 晚上去吃嗎 晚上一起洗啊 你早上大碗變 你屁股不擦嗎 然後放在外面的東西就是擺設啦 好不好 擺出來就是要給人家看的 就是擺設 哪一區又哪一區 輸就輸 好整齊喔 有沒有看到 本來就是這樣 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就沒有有點變態 有有點變態 然後東西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啊 你們真的有斷蛇 新的東西進去 舊了就要出來 比如說鞋子 蛤 你弄掉喔 我跟你講這沒有整理 我沒有整理喔 他平常就這樣 這蠻變態的 超級的 強國珍看得多爽啊 就是四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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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的啦 你為什麼會想買新鞋子 因為就是 舊著不會想穿的嘛 偶爾會想穿啊 不會啦 然後這不丟的下場就有什麼 這樣子不丟的下場 也不丟啊 亂七八八二擠啊 其實也還可以啊 沒有 對我幫你處理過 他幫我丟 你知道 你也不知道被丟了幾雙對不對 對 你知道啊 因為你沒在穿啊 請問請問 你這麼乾淨要怎麼打掃子 來我跟你講 你家是不是用掃地機器人 對 啊你有脫嗎 當然沒有啊 類似 有 大家用脫把對不對 脫把絕會脫不乾淨 你絕對要一塊一塊用抹布 一塊一塊這樣擦 欸你這樣太難了 你脫把喔 洗再乾淨脫會對我那個水盒 你這種拋繃 你這種石英磚喔 一定會流啦 所以你必須就是這樣一塊一塊 這中最穩冬嘛 蜘蛛蚊的姿勢這樣 蜘蛛蚊 對 再來廚房的部分啦 很多人都有發現 我們家廚房非常的乾淨 為什麼 你被煮完之後 你有沒有擦 有 有嗎 偶爾啦 有嗎 就算你沒擦 我跟你講 我都會幫他擦屁股啦 然後這個油污啦 有沒有什麼 玻璃這種髒污啊 還是要一些厲害的這種清潔劑 搭配一下 我跟你講 清起來就這樣 有沒有 這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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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大家啦 現在這個喔 這種玻璃會比較好清 對 一大面的 主管OK啦 不能想太多啦 你不要生氣啦 家庭和諧 再來你洗衣服都要膠是不是啦 洗衣服到底有什麼好膠的 來了你洗衣服有什麼洗啦 就把這邊全部拿起來 全部丟進去關起來 你完全沒有把內褲跟襪子跟衣服分開嗎 不用分開啊 內褲襪子不用跟衣服分開 你沒有分開 你沒有分開 你洗的時候衣服都特別臭 哪有 不是 你襪子耶 那麼臭穿一整天在臭小便 然後內褲可能沾到尿啊 大便啊 那幾歲哪有可能沾到尿啊 會啊 不好 你太睡了 多多吵鬥好不好 你這樣分兩次很浪費洗衣精耶 怎麼都浪費 這就是基本健康教育衛生觀念 健康教育都不及格你啦 這太浪費了啦 一點都不會浪費洗衣精 推薦一下好不好 來 靜靜真濃縮洗衣精 我這麼小 實在是真濃縮的 一般那個洗衣精很大平有沒有 你那邊洗的時候它們兩顆度 一倍兩倍三倍 我跟你講 只要擠兩下 一整籃就洗好了 兩下就洗乾淨 真的兩下 我跟你講這個厲害在什麼地方 它有這個奈米的除臭配方 所以它那種除臭啦 抗菌效果超棒的 菜的話你是不是臭臭味 對不對 超臭 我跟你講都不用怕 洗了就沒有味道 而且像台北那種 我們這種下雨天有沒有 衣服常常洗完 悶悶的 悶悶的 超臭 那個陰天也曬不乾 我跟你講 你就用靜靜的蒸籠縮洗衣精 那種下雨天不用怕 照樣曬 我跟你講 所以到你這樣講 以後襪子跟內褲就可以再洗啦 對啊 來最後我跟你講 你一般洗衣服 是不是還在加那個柔軟精 對 靜靜的蒸籠縮洗衣 你不用加 因為它有全台獨家的 低名正正的這個棉花香 洗得乾淨之外 還可以保持它的柔軟度 你看 而且是植物來源的成分 寶寶的貼身衣服 你可以安心洗 這真的是很多這個媽媽啦 還是愛做家事的爸爸的這個愛用品 認真好用真心推薦啦 今天算是學到不少的東西啦 不錯啦 謝謝師傅指教 歡迎底下留言 你要想教什麼 我跟你講還有很多PayPal沒教大家 想看我們家哪裡 對 想看我們家哪裡 然後怎麼處理 它是你家 你會想要我去處理一下 不看辣的 不看死的 歡迎底下留言 好可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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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